用勺子洗 你看 用這樣子洗 理髮店老闆娘用水瓢搖水 幫客人沖洗泡沫頭髮 動作柔細又小心 因為每滴水都珍貴 14號木蘭莉颱風來襲 就停水 一停就是三天 都沒有水 我說就洗冷水 現在他也願意 他願意 接到客人電話 老闆娘不好意思拒絕 只好硬著頭皮剪頭髮 因為取得這一桶桶的水 得靠好體力 民眾拎著大水桶 歪著脖子跑跑跑 可不是抓精靈寶可夢 而是比寶可夢更珍貴的家水車 錯過有錢還買不到 但有的老人家跑不動 走也要走過來 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叫他來踢這個水 然後跟著跑 追到家水車 民眾滿頭大汗 上氣不接下氣 情緒火山爆發 抱怨家水車不等人 高雄大停水 加個水還得一路狂奔 我們只有家水車 一區一區送 可是水供不應急 就怪十四號颱風重創高雄 一度造成一百零八萬戶停水 原本市府宣布 十四號晚上十點 就能恢復供水 但面臨延後 十五號中午又再延後 暫定十六號下午兩點 陸續恢復供水 但還是有五萬戶 無水可用 供水出水量已經正常了 只是因為你 管末疏中的時間 還需要一點這樣子 所以大概中午以後 陸陸續續都會恢復 因為高平溪原水著度高 處理好後管線 才能陸續加壓供水 雖然供水已經恢復百分之九十五 就算地勢比較高的地方 還要等一等 但連三天追著水車跑 逃水喝 滋味真的不好受 記者林正義王書宏高雄不到